人生在世最基本的功课就是如何与人交往,人的生活和各种活动,都离不开人际关系,每日都会遇到各种性格,各种品性的人,与良事中有交往,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积极和进步,收获更多的正能量,欲不三不辞的人交往,则会让我们不知进取,受人教唆,走错路子。 所以朋友对人生的成败和发展,具有很大的影响,但很多人却缺乏识人的慧眼,总是在经受欺骗或损失之后,才能看清对方的真面目。 朱拜卢的《朱子家训》,终究总结出了两种不可宣交的朋友,一旦与之过往密切,则容易受其所害。 一,借富贵而生产荣者,最可耻是义,一见到有钱的人就有与奉承之人,最可耻,作为一个人,尊严和骨气最为重要,这是人存于世的根本。 也是一个人,应有的素人,人可以没有万官家财,也可以没有高官厚禄,但是一定要活出自己的脸面。 没钱不代表就赶人一等,没事也不代表就要弱人三分。 有的人见到有钱有势的人,心理上就自作一等,无形中将对方的气势放大,对气百般讨好,点头哈腰。 先不论这种拍马屁的小丑做派,是否能为自己获得实际的利益,其实那些所谓的负责可能,也是来自于跟自己同样的环境。 但人家具有开拓进去的意志,在大部分人还迷茫混对峙时,先行一步,在大多数人还安于现状时,迈着荆棘与泥泞前行。 那些贱负产荣之人,为了利益可以放弃自己做人的操守,丢掉自己做人的脸皮,必是建立妄议者,与其交往的小心防备,一旦与之发生利益上的冲突,则可能受到背叛和伤害。 二,遇贫穷而作交代者,见莫甚适宜,遇到贫穷的人就摆出一副骄傲姿态的人。 最底界,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种人,仗着自己有些财富和家产,便觉得自己是贵族或者上层人士,对那些家境普通或者贫困的人吃鸡一笔,一脸的看不起。 甚至有些人对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也是如此,将对方作为自己的下人来取笑或使唤,要求别人对其听之认知。 但其实也同不给予对方任何的好处或温馈,这类人大多属于忘恩负义的类型,为付出再多的帮助,在他们眼里都是理所当然。 当然,正如李天一这样的人,从小叫声挂扬,享受富贵和方便,从而丝毫不将普通大众放在眼里,心理上产生了一种自我的优越感。 觉得可以为所欲为,不管对普通人犯下多大的恶事,都可以用钱来解决,都可以让他的父母为其兜底。 所以才屡屡做出见太法律和道德的事情来,最终付出了自由的代价,与这样的人交往,要小心别被对方当棋子使用。 这种人平时将横拔虎惯了,若突然表现得太过亲密,可能会有所企图。 社会复杂,形形色色的人或是层出不穷,是人是鬼,一定要学会辨别,时刻擦亮自己的双眼,遇到以上的两种人,还是尽量别而远之,保持距离,切莫被人伤害。 今日论题,你遇到过哪些,见人见事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